大家好,我是文艺 不知道各位新生在开学之前最期待的是什么 反正我当时最期待的不是学校氛围 也不是宿舍环境 我最期待的是室友的颜值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就是典型的集 但是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当学会学长 那文艺学长给各位新生的第一条建议呢 就是不要期待这个东西 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刚开学就想退学 当时我见到我的三个室友之后 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没关系 给我伙伴其他男生一个机会 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班上期待的男生之后 我就觉得我这当初四年应该是毁的 尤其当时还是班会 如果去网 我一进去之后,所有人一起扭头来看我 他们的颜值同一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那个画面冲击力之强 我就觉得说别遇见了 干脆绿光吧,阿瓦达祖命 所以说干脆就别期待 期望就别大,失望就别大 你还不如期待点别的东西 就比如说北方特产 没有单间的公共浴室 俗称道行的 一堆年轻的肉体 视条条在一起西藏 是不是想想就很刺激 当然对于某些男方的新生 就完全不期待 甚至是害怕 毕竟是男生嘛 太刺激了,起反了,可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担心 就是意识大家应该都近视吧 你不要靠我这样 其实我录视频的时候 是要戴隐形眼镜的 另外有的时候 你看看眼睛里我光的圈 那个不是美瞳 那个是补光灯的盗影 没听说过谁在美瞳上的触电发光的 隐形眼镜,美瞳,补光灯 这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大家要分清楚 不要到处乱传 文艺喜欢戴美瞳好吧 有点说远了 就是你几百度的近视 眼镜一直扎 其实是爱看不清 再加上早堂里水气大 不过就是一堆中间有个黑斑的 肉色调形马才克 在眼前晃来晃去而已 就算能看清 大家也不至于吸反应吧 对吧 也没几个人考虑体育大学 早堂里也没有体育声 左边一排肋骨 右边一串肚难 就这也能吸反应 这就是你看男人的眼光 当然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 学校里的大早堂子 给你个建议 就是学校外的浴室 基本上会有灯件的 人家老板也不少 有需求就有市场 你多问学长 或者是在学校周边留意一下 应该找得到 当然如果你寝室里 有那个独立位浴 你就到这一块没说 托尔勒学们 不是每个大学都有招 当然大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还是要谈个恋爱 说实话到了社会上 就真的不如上学的时候好找 而且人也不如上学的时候纯粹了 当然急着找男人的 不只有我们这边的人 女生那边也有人相招 所以这就会发生一个 特别尴尬的事 侄女爱上机 我们这边的人 非常的优秀 温柔 白净 喜心 但是就找不到男人 只找女生喜欢 尤其是大学里面 社交活动特别多 到时候众目归归之下 切身一到 女生一告白 大家一起哄 有的人就凄里糊涂的 多了个女朋友 所以我在这里 给各个新生的第三个建议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拒绝 之前就有人问过我 没意 有个学姐追了我很久 后来还告白了 我该怎么办 我就说你拒绝 对吧 这要问嘛 但是他反而拒绝了我 说不想看到他学姐伤心 我就说你现在 不想让他伤心 那等到他以后 他发现自己做疼歇了 他让他开心一点嘛 而且不仅要拒绝 还要趁早拒绝 因为当一个人 喜欢你的时候 你肯定是能看出来的 对吧 你自己喜欢直男的时候 是个什么状态 你自己介绍变出吗 另外有些人 就是你找女朋友的目的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不就是出于虚弄期 觉得有女生倒贴 你自己有面子 不就是想借人家 来隐藏自己的取向 甚至还妄想找个女朋友 就能把自己掰直了 能把自己治好 可别怀怀人家好女孩了 你都剪下我的视频了 你还知道我哪去 你还不知道他呼呼 那我能想到的 专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 入学问题 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 别的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提问一下 甚至会有热心的学长 来帮你解答的 那看到IP属地相同的呢 没准你感受效应 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关注加三连 我是文艺下期再见